耐心回答選手的問題 中華語球隊抵達亞加達第二天 正式入住場館附近的蘇丹公寓 推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搭乘電梯來到房間門口 選手看到房間的第一印象 都大呼太豪華了 出國比賽可以住這麼舒適的飯店 應該說公寓吧 不然之前都是那種小小的房間 然後兩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裡面 也蠻不舒服 這次可以住這麼大就有點不可思議 體育署在主場館附近的蘇丹公寓 訂了十戶套房 讓選手們可以就近休息 或者接受防護治療 下層的客廳空間寬貨 讓選手在比賽前後 能夠在這邊調整心情 而上層的起居室 一共有三間臥房 包含有兩張單人床的房間 和一張雙人床的房間 給選手自由選擇 就很舒服啊 就找時間多多調整自己的身體 我們住蠻高 我們可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印尼的那個環境 這個城市的那個 那麼當然還有其他的個人項目的 我們會依照 依照他的賽程 尤其是在第二天早上 一早就要比賽的 所以這個是請他安排 他們前一天晚上就先進駐到這裡 不只有羽球隊 體育署也規劃 讓比賽時間較早的選手 提前一天入住蘇丹公寓 做好萬全的準備 就是要給選手沒有後顧之憂 全力爭取好成績 雅員聯合裁訪團 雅家打報導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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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